Hello 大家好 我是下巴仔 潮汕牛肉火鍋 相信都是很多人回深圳必吃的 今次拍片介紹的這間潮汕牛肉火鍋 下巴仔已經吃第三次 覺得它的牛肉質素穩定 而且可以選擇的種類、部位都幾多 店鋪環境光亮、坐得舒服 加上它的分店多 有一些還有就近口岸 所以今次都想介紹給大家 想繼續跟著下巴仔去吃喝玩樂的話 就記得快點訂閱下巴仔這個頻道 按讚和分享 我們就馬上開餐啦 剛剛片頭提到 今次我是第三次吃這間潮汕牛肉火鍋 事源是因為 帶完班長老去到飲飲食食一日遊之後 準備送回他們去福田口岸之際 我的姑娘就出聲 還想吃多餐牛肉火鍋才走 所以在毫無準備之下 我就想起這間潮汕大木牛肉火鍋 上兩次跟朋友吃過都覺得它不錯 而且記得它的營業時間都去到很晚 所以帶了他們過來擦一餐 今次我們要去的就是它的黃江旗艦店 如果你在福田口岸出發的話 可以乘搭4號線 乘搭1個站去到福民站 然後走C出口 走5-6分鐘左右 就到達這間潮汕大木牛肉火鍋 當晚其實我們去到已經8點半 幸好這個時間排隊的人還不算多 因為記得之前吃都是要排好內隊 我們等了一會就可以入座 今天我們5個影役 它還安排了這個卡位給我們 座位都幾舒服 都算闊落 而且我最喜歡是它的環境夠光亮 看起來很乾淨、舒適 桌面上有QR Code 可以給大家落單 見到鼓掌這麼有興致 所以我們就把落單的重任交給它 而這個時候下排仔就出到外面 因為這裡有一個自助調料區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 去到調配一碗屬於你的醬汁 等會點牛肉食就最適合不過了 或者這裡都有些推介的醬汁方式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跟一跟 回到位置 我們坐定定 不是自己落單 總是有種開盲盒的感覺 一開始店員族才上了一個沙爹鸿鸿鑊 那個沙爹味真的很香濃 味道是微微帶甜 但又同時間微微帶辛辣 是非常野味 另外一邊 就是牛骨清湯 裡面還有一些粟米白蘿蔔 感覺是走比較清淡的路線 我在打邊爐之前都喝了一口 湯底也是比較清甜 之後那些食物就陸陸陸陸陸陸陸上來 而這個時候我也發現了大件事 忘了提菇獎 這裡的牛肉份量也很多 果然 它是直接點了特大那一款 有沒有人明白 一次過見到四碟特大的肉 有多震撼呢 試到如今 食是唯一的辦法 一開始呢 我就向這一碟 專品新鮮雪花肥牛上手 見到它的雪花很美 油脂分佈也很平均 入口很嫩滑 那些油香在口中爆發出來 這個真是必點 而旁邊的這一碟 它就是專品黃肥牛 也就是釣籠 這一碟相對肥瘦更均勻 吃起來肉味真的濃很多 肉質也較實正 點一點醬汁就更加惹味 或者像我那樣 直接用完湯底綠熟它 這樣就什麼味都入了 看回檯面上的一些介紹 這裡的牛肉是用了陝西巡村土王牛 這麼大隻牛 原來只有6%的部位 才可以叫做專品牛肉 確實是金貴些 而且我都很好奇 當晚我們今夜來到 見到廚房依然掛起很多牛肉 看回上網資料 原來它們的牛肉是每天3次到貨 去到確保它的品質 甚至是說到 由陶宰去到上桌 是不會超過3個小時 所以新鮮程度大家可以放心 另外兩大碟其實還有一些內臟 分別有專品空口撈拼生牛舌 另外也有專品黑客葉拼牛王喉 其實我也挺欣賞它有得雙拼 大家可以試多些款式 說真的 這裡的四款入面 和我稱得上為Friend的做紙巾牛舌 這裡的牛舌切法比較厚 入口的質感比較彈牙 很喜歡這個口感 另外三款我真的比較陌生 不過幸好餐廳都很貼心 每一碟都有夾回一個小牌 寫著你是什麼部位 以及建議煮食的時間 這些白色一片片就是空口撈 大概需要6-2分鐘左右 它吃起來比較爽口 但同時間又帶有奶香味 非常有趣 而黑白葉就是大大塊 吃起來都是脆身 很爽口很好咬的感覺 牛皇后的切法都很特別 入口都很爽滑 這個就建議點一點醬汁 調一下味道 除了牛肉 其實我們都是海鮮的Fans 所以毫無懸念 姑娘也有點到精選神舟生蠔 一下是有6隻 上到桌 看到這些生蠔都份量十足 每一隻都是很飽滿 即使綠熟了 那些生蠔依然是大大隻 很厚肉 吃下去是鮮甜 質地有點奶油 我們一人一隻 然後他們就讓我這個最小的 再吃多隻 除了牛肉和海鮮之外 他們還點了一些火鍋必比佳品 我指的是榨魚皮和響鈴卷 既然有沙爹湯底 當然不可以錯過了 建議大家浸下去幾秒 就好拿上來 我最喜歡它吸收湯汁的同時 又保留到少少脆脆的口感 炸魚皮大大快 吃下去很爽 而響鈴卷都吃得出有豆味 這兩樣和沙爹湯底真是超級合 蔬菜方面我們要了娃娃菜 放在牛肉清湯那邊煮 就更加突顯它的清甜清爽 最後竟然還有個公仔麵 這群長輩的食量真是不容忽視 而我都為自己謀了福利 原來這裡大眾點評打卡 是可以送一罐汽水 有優惠就當然不可以錯過了 另外有一個叫做空口撈拼生牛肉丸 一份有四粒 全部都是大大粒 很圓潤有光澤的 有別於一般的牛肉丸 這裏加了空口撈進去 所以口感就更加好 不過提提大家 這個牛肉丸要煮10分鐘 所以建議一上桌就好扔下去煮 咬下去是有肉汁 是juicy的 吃飽飽之後 我們都趕著結帳 今次我們結帳是1076元 這裏是5個人的價錢 除開一人都是200元左右 非常之抵食 因為福田口岸是30點半 幸好這個位置都夠近口岸 回去也很方便 今次第三次來到潮山大木 依然都覺得它的質素很穩定 畢竟都是43年的老字號 難怪都這麼多人熱捧 希望大家喜歡下巴仔今次飲飲食食的分享 我們會繼續努力拍片剪片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